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前面已经学过了 自定义函数 对不对 自定义函数 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几个非常常用的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模式 访造这个模式写出几个自己的来 对不对 那刚说smart里边除了自定义函数 还提供了什么 内置函数 对吧 内置函数和自定义函数的区别在哪 就是内置函数 你不能修改 也不能删除 也不能添加 就是smart这个软件 给我们提供好的 对吧 那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但是提供的有多少呢 我看一下 提供这么多内置函数 但是不是所有的我们都有用 所以这就给大家说一些了解的 就是建议大家不怎么去用的几个 给大家列出来 对不对 那咱们就挑几个有哪些呢 比如说PHP这个标签 看到了吗 它已经跟我们有重要提示 以被smart的器用 不应该再使用 对不对 还是你用自己编写P的胶本 或插这来订完它 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魔法里边 比如说有一些功能 你在魔法里边写不出来 我们可以在魔法里边插入PRP的代码 你PRP开始 然后这样 你斜个 PRP结束 比如说写个服务循环 这里边就存PRP代码了 Doll by 小一时 Doll by 加加 然后 比如这里边 我们echo一个 Doll by 然后一行几号 BR换行 你看 是不是写的是存PRP代码 来我们试一下 可不可以 Loghost里边 index.PRP 看一下 没有解释出来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外边没有加这个额签 对吧 开始 你这个 结束 来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告诉我们 Smart 不能解析这个 对不对 因为这个标签 已经被它起用了 为什么起用 因为根本就没有用 咱说了 使用Smart 这个摸摸已经的目的 就是将 PRP代码和Its 分开 对不对 你加这个 是不是有火锅上来了 对不对 所以完全没标 所以气用是应该的 刚开始出现的 就不应该出现这个标签 在Smart2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Smart3是不用的 对吧 除了这个 跟它对应的 有一个include PRP 看到了吗 也重要提示 也被启用了 干嘛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在刚才的 PRP代码里边 包含一些自己定义的函数 去使用 对不对 在一个PRP文件里边 你就可以在这里边 include包含的 PRP文件也在使用 当然了 没有标用 咱们也不去用 好吧 这两个是最没有用的 两个标签 当然这个include 咱们是有用的 对不对 这是包含摸板文件 前面都用过了 这里边我也不再多说了 对吧 也是经常用到的函数 这个函数是经常用到的 那么还有哪些不常用的呢 比如说 像这个标记 这个说没有器用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为什么不常用 因为还记得我们说了 Smart默认的标记 是不是这个标记 对吧 使用这个标记 比如说这里边写上 变量标题 对不对 但是咱们说了 它会跟样式里边的什么 鞋杆 会跟样式里的这个 比如说 警号ID 对吧 这里边大括号 比如颜色 RED红色 你看 和这个大括号是不是冲突 该以为它是函数了 对不对 它前面学函数的招数 对不对 还会和什么呢 Smart Smart 这样写个 Smart里边的什么 比如说Faction Demo 你看 是不是也有大括号 对不对 GS里边一负语 就是是不是也有大括号 会跟这样的大块和这个大块冲突 但它前面有没有解决办法 有 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们现在把这个两定阶符 是不是已经给怎么的 给改成其他的方式了 这就不会冲突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抓紧一下 它说这个 当然没有定义这个标题 对不对 所以出错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 就不会跟我们Smart冲突了 比如说我们删掉 抓紧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不会有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把标记改掉的话 这样的标签就会有问题 它会认为Smart冲标记 对吧 如果我就想用大块这种 我们怎么解决 你可以这样 把这个标签 刚才不说的 开始 对不对 如果所有写GNS地方 你都放在这个标签里边 那这样的Smart冲解析的时候 用它包含的块函数里边的 所有的大块或什么的 都不当Smart冲码解析 这样就是约上代的GNS 但是这里边一旦用到Smart冲的代码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解决的办法最好的方式 就把定阶符给改掉 文文默认大块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 除了这个标签之外 你看上面这个标签 左和右 什么意思 就定阶符 如果我想在页面上输出这样的标签 你看我现在输出能输出来吗 是不帮我出错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页面就先显示左右标记符 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这个 对 这个就代表左右标记符了 你看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样的定阶符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花上去了 你看 小心点 什么页面就可以使用了 左右标记符 其实除了这个左右标记符 还记得咱前面讲过什么 有一个叫做变量里边有个保留变量 对不对 保留变量里边 当时有几个咱还没说到 就是这类 其实这两个保留变量 也可以跟内置含上这个功能 一样干嘛 就是定阶符 看到了 我这块 当然咱们现在定阶符的使用是这样的 来 我们稍息一下 一样的能处理跟刚才一样的结构 对不对 这是使用保留变量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对吧 所以咱们说了 这几个都是不太常用的 因为咱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是像这样就不需要了 再比如说还有哪些不需要 其实这里边有好多都用不上 你只要知道几个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 你只要知道一幅一卷和便利速度 就足够了 对不对 还有包含文件 知道这三个也就够了 就要咱们前面自定义的那种方式 常用的能定义出来就够了 其他其实都不怎么用 咱们说尽量把逻辑写到peerp端 而不是说在页面上写太多的逻辑 对吧 那么再看一下 像这个不过 这个也不怎么用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 页面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内容 一上一 看一下 看一下 正常这些一我们是可以输出来的 对吧 当然包括这里边 假如说有变量的话也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到这个标签里边 看 这个词是补过的意思 补过的意思 你看放到这个块函数里边之后 当然必须得起个名字 比如说名字叫做万 看到了吧 那假如说我再放到再来一项二 第二 看一下 我们还用这个 Capture 这个不过这个 我们这话 再来一下 写个Capture 然后我们这边起个名字 必须得起个名字 叫做兔 名字当然是自己命名的 对不对 你看 捕获 把捕获到内容就怎么着 不在页面上显示 看到了吗 放到这里边就已经捕获到了 不显示 在需要显示的地方 比如说 我在这个条线下边 我需要输出这个捕获内容 捕获就相当于放到一个随口区了 但是不显示 想输出哪个捕获区的 是不是都有名字 我们还可以借助 还记得到前面学过 保留变量 咱们前面都没讲完 保留变量 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 所有的捕获到的内容 都保存到这里边的 哪去了 这个里边 都在这个变量里保存 然后用名字可以取出来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比如说 现在我想取第二个 怎么办呢 Doll for SMRT Smart.Capture Smart里边 保存的第二个变量 保存这个变量里 你看 这些变量 是不是这就出来了 出来了 那我现在想取第一个 怎么办呢 Doll for Smart.Capture.1 然后我再想取第二个 Doll for Smart.Capture.2 对不对 我可以反复的去取多次 因为它都在这变量里存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2比2 是不是就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咱不能说它完全没用 你觉得能用得到 我们就使用 对不对 但是我一般从来 这个是没用到的 对吧 那除了这个 这里面还有其他哪些 没有用的呢 再找一下 比如这个 插入这个 类似于英可洛标签 一般跟缓存打开的时候 使用 咱们也不用 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咱们处理缓存 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局部不缓存 咱们到缓存的时候再说 好吧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用到 其他的呢 都有可能用到 但是呢 好多都不常用 对不对 那下节课 咱们在讲的时候 咱们就得按顺序 按流程方式 咱们去一个一个的去介绍 好吧 这件事 重点让大家知道 哪些不常用 大家可以不学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台湘 Re fast 按毫過 台湖 。